缴好了之后 又去送信 有一家人的男狗 链子没有绑好 冲出来 咬到他的屁股 哦 他就很伤心 就越做越恶 越不想做 认为做优筛真的是没前途 就和他老婆伤一娘说 我不想再做了 她说好啊 随你便啊 不然怎么办 因为她说做优筛没有意义 她在想到说你第一次被车子撞到 就躺了好几个月 这次又被狼狗咬到 难道你会怕 所以她就写下那个出足信 当她出足信送出去之后 回到家里 看到那个油拆的那个包包 那个大包包 里面还有一封信 地址不响 这次没有送出去的信 他心里想说 我当一天的和尚 也要敲一天的钟 既然我当一天的邮差 我的主持就是要当最后的一封信 一定要把他送出去 结果他骑了脚踏车 沿途去找去问 这个自主不想的地方 就问人的名字 结果被他问到了 当下按下电影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跑出来接 看到这次欧望心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跳跃 赶快叫爸妈 叫他的爸爸妈妈赶快出来 什么事啊 我已经被录取了 已经好几个也没有工作了 很痛苦 当下这对爸爸妈妈看着邮差 一直感谢邮差先生谢谢你 Thank you 阿弥陀佛你 麻烦 所有能讲谢谢的各国的语言 都全部讲出来了 都来感谢 全部都讲了 就当下这个邮差 就感觉会在那温馨 他就能说 当游战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看多少人接着我的信 就这么的喜悦 以前的我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些男生有去当兵的人 就能感觉到 当兵被抄的时候 都在等远方女朋友的那一封信 虽然说每天都 前身都输掉了 信也都是黄黄的 输输的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安眠料 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看几季也好 就这样睡着了 所以由此可见 座游战是很有意义的 他当下决定不要辞职了 他要再去把辞职信拿回来 就脚踏车一起 回了邮局 向那主管说 我的辞职信要拿回来 我要继续再做了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回去告诉他的老婆 说他不想吃出来 他就能当 当犹太师非常有意义的 后来他就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 送信的时候还会吹口哨 还会吹口哨 被狼狗咬到屁股 他把他的信 把他的辞职信送出去了 他真的这个工作没有前途 没有意义 又危险 但是他当 他看到这位年轻人当下接到 他这一封信 那种喜业 还有他的父母亲 出来跟他说 谢谢 阿里阿道 德里马加西 Thank you 感谢 努力 所有的谢谢 能讲的话都讲出来了 感动了他 所以转练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就过了二十五年 你说人的心态有没有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下 你不管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希望你赶快转练 客气护离 因为你就是很喜欢这个工作 用装的也要把它装出来 将这个工作里面的好处 把它找出来 因为没有找出来 也要过一辈子 找出来也过一辈子 但是这一辈子的人生 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每天过着爱严的生活 一个每天快乐乐吹哨子的生活 叫你离开你又离不开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一题所谈的 润官后润足 立官不见非笑 这个官不表示你做官而已 认为你在认了一个场所 你所参与的工作 你要尽忠诸所 不但要尽忠诸所 你要非常快乐 非常地乐意 因为你做这件事很有意义的 对社会有帮忙的 对我是有成长的 对公司是一个好处的 但这些好处都有了 你开一个养活家庭 那不是很快乐吗 你每天就像天使般 很喜悦地在工作 不是每天起床就很哦 又去上班了 上次怎么办 我说实在 只有你这种心态 你很快都要得到癌症 这个癌症就是这样来的 心情不好嘛 心情不好 所以整个心情不好的 情绪不好 所演变到的你对工作 工作不是不顺利 不顺利就受到上班的主折 主折回来的时候 所影响整个家庭的程序 所以为什么癌症的家族 都要问说 我们去健康检查的时候 要问说 你家的人有没有得到什么病 有得到癌症 你的激励还是很高的 因为你们的生活方式 你们的心情的变化 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一家人 都是同一家人 所以刚才谈的 激净不庄 激净不庄 基础不庄 亏孝耶 为什么这样 你一个人的情绪不好 你就在外面 吃一碗酸辣汤 辣一辣 喝到家里 人家以为你在笑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就在这些了 所以对于工作这一点 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尽忠逐手 一定要尽忠逐手 才会影响那边是很大的 但最重要 每一个当下你要有喜业的心 当你的喜业心又影响整个公司 所有人的情绪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有这种同事很好 如果你的同事都是苦瓜人 好可怜 你很快也是会变成苦瓜人 我教导我的主女都是这样 我们每天一定要保持喜业的 不管怎样 养成自己客气护理 一定用装都要装出来 早上起床就要装了 中酒也会习惯 我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 我都自己先笑一笑 笑一笑 笑嘴还是会笑 笑嘴是会笑 我们人常常笑 以后就可以当校长 不用当老师那么辛苦 笑嘴是府内校的长 就是校长 不是学校的校长 来 我们再谈第九段 朋友不信 亏笑也 人人相处 就讲究这种信用 抢属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尤其就现在这种 出现这么发达的时代 如果你没有信用 一个人没有 没办法从银行拿到钱 借到钱 你要扩展你什么大的事业 你不用再说了 但是你要在银行借钱的 第一件事情 你要守信用 你的信用卡刷爆了 刷爆了 不可能 你又不可能再贷款了 你的贷款里面 还钱没有清楚 你又不可能再贷款了 但是一个人之后 你没办法在银行拿到钱 你要做事业就非常的困难 除了你的基因非常好 你做事业的起步 有那么好的环境 刚好被你赚到钱 但是赚到钱之后 你就在你的能力换位之内 去发展你的事业 那就没有话说 不然说实在 一个人如果没办法在银行拿到钱 你说你的企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都是会受到限制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与人相交 与朋友相交 商场上大家的往来 这是要信赎 要成熟的 要信用的